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今天纷纷以大规模的游行跟募捐活动 抗递中共派出军队镇压水运 并且要求邓小平下台 以下就是台诗记者分别在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的卫星报道 美国东部59所大专院校的中国大陆留美学生 一个有4000多人 今天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子到华府 在华府中共驻美大使馆前面举行示威游行 抗议中国大陆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 这项活动是由中共正式的留学生组织 中国留美学生学者联谊会发起的 除了华府之外 洛杉矶、旧金山、休士顿、纽约各地的中共领事馆前 以及全美各大校园之内都同时举行示威 总人数在1万人以上 中国大陆留美学生们今天同时以中英文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 但是由于美国警方出动了大批的警力 把中共驻美大使馆团团围住 学生们在门口高喊含蓄出来含蓄出来 但是中共只派了一个一等秘书出来接受 一位留美的中共解放军军官今天也参加了游行 并且慷慨激昂地对学生表示声援 我们全体官兵都是人民的子弟 我们不能作为少数人的工具去镇压人民 留学生们并且发起写信给美国国会议员的活动 呼吁他们发挥影响力阻止中共当局继续用武力压制学生 今天来到纽约华步参加世卫游行的包括了中国大陆 台湾香港和当地的华侨人士 大家高呼口号永远间线 形成一股支持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海外力量 今天参加纽约民主世卫游行的群众有将近千人 他们先聚集在华步孔子大压前集会 每个人手中拿着写友邓小平下台 李鹏辞职支援大陆学生运动 反对专制独裁建立民主政府等大幅标语 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着无比的坚毅和激愤 支援中国大陆民主运动海外办公室负责人 陈军和倪玉贤等人 分别报告了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最新发展 并且一致表示大陆的明星象背已经十分明显 共产党的垮台指日可待 他们的演说获得群众的支持 并且激动的高喊邓小平下台 李鹏滚蛋民主万岁自由万岁等口号 在场的中国大陆人士在接受访问时也表示 他们已经忍受够了 现在是大家一起站起来反抗暴政的时候 我们对忍耐已经到了限度 所以我们决定和中国的同学们一起 为一个新的中国 一个政治自由的民主的中国 是我们所应该做的一切 演说之后 群众在警车的开道下 持续井然的沿着中国城街道游行 在游行的同时 主办单位并且展开募捐 获得广泛的支持 许多人不愿留下姓名 慷慨解囊 各尽本身能力支援大陆民主运动 来自美西十三所大学的大陆留学生 他们在上午十点 手持各种标语 从洛杉矶中国城出发 走到市政府 他们沿途呼喊口号 以毫不保留的延迟 痛斥李鹏 邓小平等主持 镇压的中共当权人物 他们怎么敢 他们怎么敢 进行小丑 思维群众接着又从市政府步行两个小时 来到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要求中共总领事马玉珍 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学运表态 由于中共从19号起 突然禁止所有外国电视的现场转播 学生们警觉到 这又是另外一次关门打狗的伎俩 所以人人情绪激愤 刚好在洛杉矶访问的 北京大学校长丁时孙 对于大陆学生运动的狂飙 抱着同情和肯定的态度 但是丁时孙也不希望 学生们闹得太过火 丁时孙尤其不赞成大陆留学生们身在国外 却向外国的传播媒体进行反对本国政府 关于学运的未来 从学们到目前为止仍然并不气馁 以上是台式记者软文件 在洛杉矶为您报道